百貨 盛光啊 他就和太陽一樣閃耀 那顆水晶 星塵 我們稱呼他為星塵 巴雷达尔 圣光的帝王幻象 圣光的幻象 深藏在地底之下 我们是阿拉西帝国的圣诺之地员针队 我们依寻皇帝的神圣幻象 远渡重阳而来 为了参与雷尼拉时 这场圣光与黑暗之间的最后一战 我们横跃大海时遭遇暴风袭击 当时舰队被包裹在 一道金色的光辉中 一瞬间 整支舰队都被传送到这里 从那时起 就一直在底下和纳游虫族作战 我当时还是小孩子 唯一的孩童 我们孤立无援 纳游虫族未曾停止攻击 那些虫族从他们的王国里 爬出来找架打 想把我们拖入黑暗 铁骑的军队 在巴雷达尔之光笼罩下 表现得相当不错 不过那些虫子 十分擅长熄灭希望之光 我们灯火者受过的训练 就是要冲入黑暗之中 我们会拯救那些迷失之人 并让黎明塔的火光保持燃烧 除非 什么 什么 发生什么事了 是芭蕾达尔的 我们的星辰 它正在逐渐 从圣光转变为 这个 黎明塔 会用盛宴的光芒逼退黑暗 但是圣光 必定会回归 众星被吞噬 而他们点亮蜡烛 是 艾兰里亚 你很清楚结果违和 无可避免 虚无将会吞噬万物 你这怪物快现身 你知道我们在哪里 就在黑暗的深处 在圆圆不绝的暗影威胁下生活 你是怎么办到的 当夜晚来临时 军队就会实施暗影宵禁 进到室内 躲到安全处 敌人来急 用长枪对付那些家伙 做得好 你很适合成为灯火者的一员 随着成员逐渐减少 有些人意识到 自己的信仰开始动摇 随后他们转而 听从黑暗中的低语 小心 又来了更多那些恶魔 是巨兽 快点 把他打下去 走 下来 嘲れ 看什么 看什么 法林 感谢盛宴 寇拜斯正在袭击袭纳的棋盼 军队已经先过去了 但是 不必多说了 我会和我们的新盟友一起前去支援 你快点去找避难所 我刚刚没听错吧 你说你是洛萨 你听过这个名字 听过 我的名字就是取自安多因洛萨 暴风城的英雄之一 她是我的祖父 莱安乌若元国王的制药 这个名字地位崇高 你一定是迷门之女 或是一位 你最好不要突然开始对我毕恭毕敬 我的家人是贵族 但也只是在很久以前 就家道中落的落魄贵族 我在旧世界里竟然还有亲戚 太棒了 希望我不会辜负如此的传奇 等等 如果你的祖父是这个暴风城的国王 那么 安度因 我的新朋友 你是位国王 不再是了 所以 你也不要突然开始对我毕恭毕敬的 这位 我可能就又去 绿宁塔 她到底发生什么了 艾瑞里克 看 先驱者悄悄地告诉过我 你的盗牌 还有你在打拉人的失败 你的主人在哪里 看我一起来吧 求你了 你知道神光不在我身边 没有任何黑暗足以抵挡神光 来到我们的身边 只要在这里就好 和我一起 就是此刻 呼吸 我们 是圣光的追寻者 我们是希望的持有者 在爱你的正中心 我们 是指引道路的灵灯 这是第一步 剩下的只是时间问题 还有信任 我不会失守 我真希望你听我的劝告留在多恩诺家 安都因 他在这里 阿拉西身陷危机 我们也一样 我必须知道这下面是不是真的有阿拉西的后裔 我是暴风尘的国 这么多人类亡国都灭亡了 我得知道还有没有其他亡国 你还是太轻率了 对抗脑中地狱的人不是只有你一个 你都听见了什么 巴雷达尔 那个帝王幻象 那个把他们引来这里的预言 就是我听见的璀璨之歌 你听见那颗星辰的声音 对 不是 不尽然 我第一次看到巴雷达尔时 那个幻象又出现了 两者一定有关联 真希望卡德加在 他一定知道 抱歉 我不是故意要 没事 你说得对 我也希望他在这里 我们必须自己找出大碍 我观察过药盐中的水晶 那不是艾泽莱金言 但非常类似 我认为两者应该有关联 而你在巴雷达尔 第一次转叠时 就知道了吗 他们的黑暗日 跟萨格拉斯把剑 插入艾泽拉斯的日子一样 法灵 我从上一次的巴雷达尔暗影中 获得灵感 设计出了全新的手臂一只 你应该会想试试看 对 谢谢你 但我只需要你帮我打造的盾牌 我确信 你把才能用在其他发明上 会是更好的选择 法灵 帮你打造手臂是我的荣幸 你之前跟我说过 它传戴起来不舒服 还会影响到你的机动性 所以我在想 瑞恩 不了 从我小时候 这个伤就伴随着我一同成长 从拿剑战斗 到独自更衣 我早已学会 如何用单手完成所有事情 假如我弄清楚重量平衡了呢 你说过这就是为什么你不喜欢我一开始制作的那几个一只 那么未来和纳忧重组交战时失去手臂的老兵 会非常感谢你改良了一只的设计 瑞恩 我已经习惯在没有一只的情况下过日子了 我不想要再重新学习一切 但如果你想帮我改良的话 在盾牌上装一个更好的冲击吸收器 就算得上盛宴的祝福了 那些耐忧重足变得越来越大支 为肩膀带来的压力也越来越沉重 哦 这样吗 嗯 有点难处理 我先把一些想法画下来 然后进行一些测量 我想这计划会很有趣 谢老法灵 继续保持下去 前线的所有人会很感激全新的工具升级 艾尔里克的仪式就是这片黑暗的源头 我们必须突破这道屏障 有什么消息吗 他能从黑暗中抽取力量 我也可以 我们的神圣任务需要付出代价 我正在猎杀 艾尔里克以为暗影救得了他 他应该要见识一下什么才是真正的力量 他对你很感兴趣 贤君者 不要抛弃我 怎么可能 为什么会有阿拉西人 想和这样的怪物结盟 我们失去圣燕了 撤退 不行 我们不能 一直从黑暗中撤退 我们的恐惧是信仰蒙上阴影 巴雷达尔会指引我们 但不会拯救我们 与我一起挺身对抗暗影 让这个先驱者见识阿拉西真正的力量 那如果连你都在黑暗中倒下了 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该怎么办 将军 那就会像大家常说的 圣光会回来的 即使火炬 由其他人传承下去 我们人是圣光的追寻者 我们人是希望的持有者 在暗影的正中心 我们团结一心 直隐道路 当我看到阿尔里克 深不见底的背叛 我绝望了 我逃避了 神眼哪 叩拜四云本会夺从米雷达尔 灯火者会带来希望 也屈服于恐惧 艾兰黎雅 发生什么事了 多年来我一直压制我体内的虚无 生怕会伤害到我挚爱的人 达拉燃坠落时 我没有使出我的力量 我真实的猫人因此遭殃 和艾尔里克一样 萨拉塔斯以为 躲在层层暗影后很安全 他错了 因为我能用他们的力量对付他 我会用尽全力消灭他这股威胁 李维雅的耐心沦陷了 我们必须在清算号顺利起航前 帮村民争取时间 我祈求盛宴 指引我们的前路 我们必须依靠外来者 拯救阿拉西 我会看顾着你度过黑暗 黑暗中的信标 各位尖兵 今天我们会化为尖盾 齐心协力 与黑暗奋战到底 我们必须在清算号轰炸前撤离村民 我们得马上离开这里 安多因呢 安多因 上光会活来的 即使传承火炬的人并不是我 安多因 安多因 不要 这些讨厌的虫子 他们要把他带去哪里 你有看到安多因吗 他们把他拉下去了 我看不到他 安息 怎么不能让他们到达米雷达尔 把他们炸成碎片 神殿哪 他们早就在等着我们 都被他们了 他们不在想 有点可好 他们不出来 讨厌 但她怎么会 关心 人员 他们要在车上面 我们不靠近 或者我们还是有力 宇宙的群 一分钟 ihr 不用了 没有 你们不是 有兵 一分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上头见